为何一位出生在印度贫穷家庭的小孩 最后却能够成为戏骨传奇的天使投资人呢? 他是怎么办到的? 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叫做《纳瓦尔宝典》 会让观众知道成功绝非偶然 虽然我们无法复制它的成功 但我们却可以透过阅读 学习它成功的人生智慧 哈喽,大家好,我是旋气 每天陪你进步一点点 你将用几分钟的时间获得一本好书的观念 纳瓦尔从小就跟随一家人从印度移民到美国 父母离婚后就在单亲家庭中长大 生活虽然过得很苦 并没有让他放弃学习的机会 当时居住的地区治安不好 母亲为了他的安全 也请他不要在外面游荡 所以放学后 他就把图书馆当成了安亲班 也因此培养出他热爱阅读的习惯 透过学习考上名校后 改变了他的人生 最后成为一名成功的天使投资者 最著名的投资就是Uber以及Twitter 而他在Twitter发布的投资哲学 以及人生智慧 让全世界许多人都受到启发 而纳瓦尔宝典的这本书 是透过过去他所分享的文字 推文和访谈记录汇整而成 相信透过这些人生智慧 让读者对于未来成功之路 有更好的指引 而这部影片 我将分享三大区块 分别为财富 快乐 以及健康 并整理成重点分享给观众 那我们紧接着就开始吧 关于财富的部分 那瓦尔认为 想要致富 最核心的概念就是将自己商品化 找到自己最核心的独特知识 并利用杠杆 放大时间带来的效益 打造睡觉时 持续替你赚钱的事业或资产 而最关键的就是独特知识 富力以及杠杆 那什么是独特知识呢 所谓的独特知识 可以是你从小或者很年齐时 做起来就特别得心应手的事 你甚至不觉得那是很特别的技能 但你周遭的人却注意到了 例如有些人天生就是销售员 他们很擅长做销售 可能在校园里就很会与人沟通 讨价还价 甚至说服别人 而这些在外人看来很难的技能 却在他们身上展露无遗 若再加上后天的学习 包含说服力 谈判力 销售技巧这些训练课程 只要透过长时间的经验累积 很高的几率就会成为销售领域界的佼佼者 所以观众们可以开始思考 你个人特质 可以为你带来什么样的独特知识呢 例如有音乐天分 无论哪一种乐器很快就上手 龟毛的个性 做事很快投入或者是记性高人一等 不管玩什么游戏都很快上手 熟悉赛局理论 爱聊八卦挖真相 可能让你成为优秀的记者 当拥有独特知识后 接着要去思考 你能把什么事做到出类拔萃 并能替身边的人带来贡献 例如洛克菲勒 他靠石油提炼技术 提供全世界的燃料 亨利福特因为制造汽车 解决人类缩短移动的时间 贾博斯设计iPhone手机 将很多工人放在手机上 解决大部分人生活上的问题 以上这三个著名的人物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每一样独特的知识 都为他们带来更多的财富 那什么是负利呢 纳瓦尔认为负利的概念是 生活中的所有回报 无论是财富 关系或者知识 都来自负利 所以负利不单单只是 可以用在财富累积上 比如商业关系 人脉关系 或者是知识的累积 也都存在着负利的效果 为什么有的人 可以成为上市公司的执行长 并掌管数十亿美元的资产 是因为他们取得大众的信任 他们长期稳定的经营事业 并以负责任的方式 证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人 经过长时间的经营 他们所建立的人脉关系 和所做的努力 就产生了负利的效果 而在知识的累积上 你可能学习了很多的知识 也阅读了很多领域的书籍 可以发现大概有99% 都不会真正被应用到 仅有1%会被应用到 但这不代表 你不必太认真在学习上 相反的 应该认真去思考自己所做的事 并全心全力的投入 因为在负利的效应下 有一天你会发现到 那1%会为你带来庞大的财富 以我自己来说 几年前刚开始在阅读时 阅读效率相当的差 有时一本书一个月都读不完 经过长时间的学习 不但专注力比较强 也因为知识库比较多 阅读速度会比较快 甚至可以做出说书影片 确实在阅读这个部分 有感受到很大的负利效果 而负利之所以那么的重要 是因为即便高时薪的医生与律师 他们也都是利用时间来换取薪资 要主动收入才能赚取金钱 一旦退休 这份工作就没办法替你带来收入 而真正赚钱的人 都是拥有某项产品 事业或者是智慧财产权的一部分 没有一个是用时间换来的 所以你要把拥有公司股权 当作努力的目标 可以透过两种方式 掌握公司股权 第一种是买股票 成为公司的股东 第二个是自己创业 而在这个部分 纳瓦尔他本身是创业家 所以他很鼓励创业 并认为是增加财富最好的方法 不过创业本来就会有较大的风险 而我个人认为 投资股票是参与复利 最易入门的方法 而我之前也做过几集 关于投资的影片 有兴趣的观众也可以再看一下 那什么是杠杠呢 书中以房地产产业来举例 最劳累的就是装修工人 付出时间劳力最多 报酬相较来得少 没有杠杆可利用 承包商包下整栋房子的整修工作 只要付给装修工人的一笔薪资 剩下的就是进入他们的口袋 而他们需要的就是承担整修结果的风险 在上一层就是土地开发商 买下土地雇用承包商 再将房子卖出去 只要付给承包商即可 便能赚到更多的钱 而他们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 更多的责任 且拥有更多的杠杆 也必须拥有更多的独特知识 包含募资 法规 房地产趋势等 而这个例子让我们了解到 越上层的人会使用更多的杠杆 并承担更大的风险 并获得更多的报酬 我想很多观众会想 要当一个土地开发商 对我们来说距离太遥远 不可能实现 那又要如何把杠杆 运用在自己的身上呢 纳瓦尔说 网路的出现 早就出一个杠杆效应 无限大的时代 不再只是白领与蓝领的区别 而是有无杠杆的区别 杠杆分成三大类 分别是人力杠杆 资本杠杆 以及全新的杠杆 那什么是人力杠杆 就是替你工作的人 但需要有人跟随你 那什么是资本杠杆 就是金钱 一种很好的杠杆 但需要有人拿钱给你 那什么是全新的杠杆呢 就是零边际成本杠杆 也就是一种产品服务 例如书籍 媒体 电影 软体 只要一部电脑就行了 不需要像人力杠杆 或者是资本杠杆一样 需要得到别人的允许 所以你只要利用网路的杠杆 做一件事 就可以替自己创造出更多的效益 就以我经营YouTube为例 我只要花一次时间 将影片做好 并放在频道上 除了自己获得知识外 在我休息的同时 其他人还可以继续看到影片 并获得知识 而我也能从中获得持续的收益 若影片数量越多 影响力越大时 就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报酬 所以观众可以思考 目前除了自己的主页外 自己的独特知识 是否可以延伸出书籍 影片或者是软体 并经由网路发挥杠杆呢 以上讲述了特殊知识 复利杠杆 并让自己商品化的概念后 是我觉得在这本书中 关于财富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除此之外 纳瓦尔提出其他的要点 是可以帮助自己 拥有更多财富的观念 第一点 寻找可以长期一起玩正合游戏 把柄做大的人 并一起创造财富 第二点 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品牌与心态 并成为领域的佼佼者 让机会找到你 成为一个幸运的人 第三点 当工作的目的 不再只是赚钱而已 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那就是自由 第四点呢 保持阅读 热爱学习 永远不缺赚钱的机会 你可以看出社会的走向 价值所在 需求何在 学会如何跟上时代 关于快乐的部分 纳瓦尔认为 快乐就是回到一种 原厂预设的状态 不再觉得人生好像少了什么 快乐就会在那 不缺乏 心智就会放空 内心就会平静 不太想关于过去或未来 拥抱当下 接受现实 不需要改变外在环境 就会觉得满足并感到快乐 所以减少欲望并活在当下 就是快乐重要的关键因素 在欲望方面 我们应该要慎选欲望 并避免掉入欲望的无敌洞 大多数的人通常在欲望被满足后 就会再去追寻下一个 永不停歇 就好比有些人会越来越擅长玩 报酬丰厚的游戏 因为生存而复制成功的动力 让他想继续留在这个欲望跑步机上 尽管过了玩那种游戏的年纪 却还不肯停下来 但真正的赢家是能够知道何时退出游戏的人 书中提到 曾经拿过四次世界举重冠军 记录维持17年之久的杰西 格雷格雷克 不管他赚的比较多或者是比较少 都影响不了他的内心状态 所以他心里平静 身体也会越来越健康 那活在当下为什么那么的难呢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大脑可能只有一小部分 专注在当下 绝大部分都在计划未来或者是悔恨过去 就是因为如此 你无法拥有美好的体验 看不见事物的美好 观众可以回想一下 我们的大脑是不是总是计划着未来 抑或着拿过去与现在做比较 花了很多时间思考 有时还会伴随着焦虑 很少有时间会专注当下 甚至在吃饭时 同时想着工作上的事 等吃完饭后根本忘了食物的味道 所以试着让心灵平静就很重要 因为快乐由平静而生 只要内外都平静 快乐终将会来 而我们也要学着培养快乐的能力 也就是从建立良好的习惯做起 可以选择不喝酒 让头脑清醒一点 不吃糖让情绪更稳定 不要常上社群 让心情放松 不成瘾性打电动 避免毁掉快乐 而关于健康的部分呢 想要健康最关键的就是在饮食 运动以及冥想上下功夫 在饮食上 现在的饮食已经偏离人类原有的 过多的糖以及脂肪会造成身体的不适 糖与脂肪可以说是致命的组合 吃完高油脂餐点后 紧接着再吃甜食 糖效应会压过脂肪效应 会让我们的身体更饥饿 想吃更多 就会变成大吃大喝 长期下来就会累积脂肪在你的身上 进而影响健康 所以在饮食上必须像原始人一样 以蔬菜为主 搭配少量的肉类以及莓果 更简单的饮食法则就是 食物加工程度越高的就应该越少吃 在运动上 很多人不会把健康摆在第一 所以对于运动就有很多的借口 就是没时间 纳瓦尔认为很多人 宁愿选择便宜行事的轻松决定 其结果就会伤害你的人生 却不选择三思而后行的困难决定 会提升自己的人生 而运动就是愿意短期牺牲 就会得到长期获益的效果 所以他养成每天运动30分钟的习惯 而所有的事都会等到这30分钟 健身时间结束后才来烦恼 且运动使他变得更健康 更年轻 虽然辛苦 却能让身心灵健康不容易生病 而除了运动外 他也会进行冲人水灶 因为低温可以启动我们的免疫系统 而在冥想上 纳瓦尔认为冥想就是心智间歇性断食 就像清理肠胃一样 让身体减轻负荷更健康 冥想就是让大脑放空休息一下 面对那么多的资讯 多了更多的焦虑 失序就像被关在大脑里失控的猴子 把排泄物丢来丢去 在房间里乱跑 砸东西 大喊大叫 完全像个失控的风子 而冥想的用意 就是要把外在的世界关掉 重新倾听自己的声音 并启动大脑除错模式 享受当下在做的事 他提出冥想 即让心静下来的小妙方 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冥想 有时候可能会进入深层的冥想 有时候也有可能睡着 不论哪一个对你都是有帮助的 想帮助自己心静下来 只要坐下来闭上眼睛 什么都不做 如果有念头在你脑中 跑来跑去就顺其自然 好了 以上就是纳瓦尔宝典这本书的介绍 我们来重点回顾一下 关于财富 我们要将自己商品化 必利用独特知识 富力以及杠杆 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关于快乐 减少欲望并活在当下 让内心平静的接受 而不是执意改变现状 关于健康呢 藉由健康的饮食 每日30分钟的运动 加上冥想 让身体长期保持健康 以上就是纳瓦尔宝典这本书的介绍 因为影片的时间有限 书中还有很多人生的滋味 未被分享到 这部影片转移出来的内容 是我觉得可以带给观众 得到不错 且心灵的观点 若有兴趣的朋友 也欢迎买书来观看 一定会有莫达的帮助哦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内容不错 帮我按赞支持一下 假设你不想错过 未来发布的新影片 也欢迎订阅 也可以将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 及家人 相信他们一定会有所说获 谢谢你们耐心的观看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